一分钟带你进入快餐店的椅子哲学 在连锁快餐类企业 你会发现这些企业不差钱 但是提供给顾客的板凳 多为硬部材料无套备 其实这样是有一让顾客久坐感觉到不舒服 这样顾客在高峰期用完餐后 就会赶紧离开了 这也意味着在无形中的把你赶出去 以获取更高的翻桌率 另外灯光这块也是有研究的 当顾客在里面长时间后 也会感觉到眼睛不适 跟硬板灯一样的效果 能促使顾客赶紧吃完赶紧离开 从而提升翻台率提升营业额